爱情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相爱的男人和女人 哪怕彼此再普通 也是会把对方当宝贝一样 生怕会被人抢走了 以前总觉得女人害怕失去男人 其实动了心的男人也一样很害怕 不小心失去了女人 毕竟遇到一个自己喜欢 还喜欢自己的人 是那么不容易 好不容易遇到了 男人当然不会愿意轻易错过 而在爱情中 当男人害怕失去你 他会有下面这五种表现 每当有时间的时候 就总是黏着你 害怕失去你的男人 他除了工作以外 其他时间都会陪在你身边 他会陪你逛街 陪你散步 陪你看电影 时时刻刻都想要黏着你 他正是因为爱你 怕你觉得孤单 也是希望你没有什么时间 去接入其他的疫情 特别爱吃醋 不让你跟别的男人来往 再大度的男人 在爱情中也是小气的 他有多爱你 有多害怕失去你 往往就有多小气 他特别容易吃醋 一看见你和别的男人 说说笑笑就不开心 他甚至会很明确地跟你提出 让你不要跟其他男人 过多接触 对你十分宠爱 对你比自己还好 男人深深地明白 女人想要的就是男人 对自己好 所以他在生活中 会对你极尽宠爱 让你感受到 从未有过的温暖 他就是要用他的好 把你牢牢地拴在他的身边 让你一刻也不会觉得 自己爱错了 想要离开 平时各种包容你 不愿意让你受委屈 深爱着你的男人 他才不会总是指责你 嫌弃你 他只会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 在每一次吵架的时候 会各种包容着你的坏脾气 和小任性 他不愿意让你受到半点委屈 不会让你去怀疑 觉得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提出的要求 他都会尽量满足 因为害怕失去你 所以对于你跟他提出的要求 男人总是会尽自己的权利 去满足你 因为他害怕自己满足不了你 你会动别的心思 不爱你的男人 总是借口 爱你的男人 只会不断想办法 给你最好的一切 真心爱你的男人 他是不愿意失去你的 因为不愿意失去你 他总是会去黏着你 总是特别容易吃醋 总是会对你十分宠爱 总是会各种包容你 想要给你最好的 他就是要各种对你好 好到让你觉得 这个世界上 再也不会有那么一个人 或像他带你这般对你 那么你自然 你就不会想着离他而去了 越是害怕失去你的男人 越是会各种对你好 而越是对你好的男人 你当然也越会更加离不开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